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基督与所有宗教家不同的地方 不再分量 再有本质 所以我第一天对你说 孔子活了72岁 释迦牟尼活了80多岁 老子活了80岁 然后出西关 摩哈摩德活了62岁 亚布兰活了175岁 摩西活了120岁 索罗阿斯特活了70多岁 这些人都有足够长的年龙 有足够长寿的记录 来辉广他们的宗教经历 和他们所发现的真理 但是耶稣基督在33岁半那一年 被定在士徒家上 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人群中间教导 他从来没有寻求真理的必要 他从来没有寻找人生意义的必须 因为他不是寻找真理的需求者 他是寻找真理那些需求者 真正的答案 所以他到世界上来 他讲的话已经超过了所有宗教领袖 以去寻找人生意义的人 在动机里面所坑默的那个本能 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跟所有宗教家 有两别的一个另外一个高超的人 耶稣基督是以所有的宗教家 有绝对质别 这些就是本质的差异 本质的不同的那一位道的本体 当孔子说我在寻找道的时候 耶稣说看啊 道已经沉了肉身 当老子说我没有办法明白这个道是什么时候 耶稣基督说我来到你们中间 我把我的真理跟命令教训给你们 所以这一位道的本体来到人间 向我们显明的话的时候 我能说他是骄傲吗 我能说他是不断吗 我能说他是精神分裂吗 我能说他是欺骗吗 我是说我能说他是自大狂吗 我今天的一条一条跟你们分析 因为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骄傲 请不吝点赞 咱们 收督 咱们 打赞